作为陈旺可能最不爱买东西的博主 本人终于在囤了一个月的快递后 结齐了一期开箱视频 这就是我在了一个月的快递们 小时候我还是蛮容易被种草的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就变得愈发的理性 你会看到网上各种新出的彩妆啊 或者什么各种种草草的东西 我都会想 我是不是有类似的颜色 考虑过一遍之后就会觉得 好像没有必要买哦 包括衣服也是如果看到一个非常上头的衣服 我就会想这件衣服或者说鞋子 我穿出门的机会有多少 穿出门的频率会有多高 如果可能只是会有一两个 那么特殊的场合去穿的话 那我基本上就不会买 看着看着我突然意识到 之前我买了好多衣服 这就是一件我没有穿出门过的衣服 那我基本上就不会买 而且我有用到比较喜欢的产品的话 会反复地回购同一件 就是一个专一的女人呢 所以你们会不会好奇 这么不爱买东西的本体 这里远都买了些啥呢 是我好奇 OK 那我们开始开箱吧 这是我前两天刚下班买的一双球鞋 因为你们知道我最近超级沉迷于 这就是街舞嘛 应该说我老公是王家尔 但是王一伯也好帅啊 这是个专一的女人呢 然后我就种草了才穿过的一双橙红白色的板鞋 怎么形容呢 是两字亮眼 因为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橙色 我就选了红白款的 作为一个sneaker hat 是不是拿到鞋的时候 我要先闻一下这个鞋箱 好看耶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看 就是一个非常正的红 因为我们美妆界的术语呢 这可能就是第9999ysl01 我来上桌试一下了 出门之前无必照着镜子插在我的鞋 出门之后末年三遍你是孙子我是野爱 又帅气又轻 且工作不留到今夜从心结 接着再拆一个 诶 这是什么 这是我买的一个 配造 我之前忘了书 买东西除了觉得说是真的会伤 这道之外还有一种 猎奇心理 这个就属于我猎奇的那个玩意儿 不锈钢除味噪 哎呦 吓咚咚一跳 它真的是不锈钢 刚说是能够去除鱼心位是吧 虽然我一般也不会有鱼心位 但是我真是好奇啊 一个不锈钢的东西 能有什么用 我就给你试验一下 晚上我特地点了一个鱼的外卖吃 吃完之后现在手上呢是有点鱼心味的 不必要来洗一下 我要试一下这个灶 什么玩意儿 依旧还是有味道 这双水上课了 现在这个是一个 这是我代购买的一条 牛仔裤 牛仔裤 这条呢是一个那种 解构的牛仔裤 看到了吗 它这里是鞋的 拉链的缝呢 不是在正中间 而是在侧面 鞋子这么上来的 背后是这样的 一边有口袋 一边没有口袋 然后它这个缝边也是 都是鞋的 底下左脚开叉在前面 右脚的开叉在后面 好变态 好喜欢 上身给大家试一下吧 我的妈呀 这条裤子我真是费了 九牛二骨之力 才把它给穿上来 我自认为是一个 腰和大腿 都还比较细的人 但这裤子真的是 魔鬼巨镜 因为它这个腰这块是 鞋的 然后就口子比较小 然后我的宽骨正体呢 又比较的宽 所以提裤子的时候 在这卡了半天 提上来之后呢 整个腹部这块 就是非常的紧 我都得时刻提着口气 饭都不敢多吃一口 吃多一口就脱不下裤子了 它的整个裤型 还有开叉设计 都能让你的腿看起来 更加的长 虽然说穿上有点费劲吧 但我还是催腻的 因为美 因为贵 然后 好重 这是最近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 可能是因为换季 突然鼻炎又犯了 加上家里有多多吗 所以我就会比较多 就买了个扫地机器人 为什么拆开一个 又一个就是套娃吗 哎呀 我生气了 我先把他给人抽上电 这是你的新玩具吗 这个我还拿不起来 对啊 是假发 哇 说到这个假发可有意思了 最近想买一顶短发的假发带着玩儿 我就去淘宝上搜短发假发 猜猜我搜出来的啥 这顶假发 用的竟然是我剪完照片 它那是真真实实剪出来的头发 本来我没想买这个的 但我一看这照片我都来电了 我就想看看说 它到底买家秀和卖家秀是不是一样 这假发 看着一点都不像照片的样子啊 带上发王 到底是我头变大了还是这个发王太紧了 一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退 我再去整理一下 这根图片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啊 什么玩意儿 大家以后买假发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很多假发 他们用的都是真人真发的照片 这次也是碰巧 刚好看到用的是我姐妹的照片 这个买家像卖家秀能一样吗 赶紧摘掉 生气 从中午录到了现在晚上天都黑了 我这个砸了一个月的开箱终于录完了 虽然说买东西是一件令人非常愉悦的事情 尤其是你在下单的那一瞬间 但是呢 大家还是要在自己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 理性消费 不要盲目 不要冲动 不管最贵的 只买最对的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